走 哪去 玩去 哪玩去 哪好玩上哪玩去 金梅跟小雪呢 回家了 他们俩怎么不跟你在一块呢 他们两个家里都有事 那门口那辆小汽车 等我的 美娇 脸发烧呢吧 嘴唇都烧红了 是口红 美娇长大成人了呀 你才知道啊 我该早想到 拜拜 早点回来 晚上上六国饭店 知道了 等会儿 好 美娇 干爹那天跟我说 谁要是敢欺负你的话 就让我拍死他 敢欺负我的人还没生呢 你还是好好学着 怎么做一个绅士吧 别每天邋遢的想个乡下人 好 你好 你的衣服呢 好 上车 去哪儿 去我家呀 干娘 去了匆忙 也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 就给您带来这些 可真难为你了 大老眼的还惦记着这边 瞧您这话说的 这还不是应该的吧 这趟出门 没顺道回家看看你爹啊 没有 来不及 干爹给我的正事要紧吧 干爹要紧 亲爹更要紧 得供回家看看 正事忙得怎么样了 顺不顺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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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的性格 我是绝对不会单独跟亨利潘到他家里去的 可是那天我去了 是在跟谁怄气 还是因为别的人 我说不清楚 好 好了 回家到了 吴妈 吴妈 来了 少爷回来了 来 进来吧 快进来吧 这就是我的房间 可以随便看看 好 那后面可以换衣服 去啊 在这就是说 你在这就是啊 好 在洗澡 那这个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非常好 好 太好了 等我 修正呢 好 给 尝尝 怎么样 还行 六锅饭店的法国厨房送我一瓶奶油 我说呢 来 祝我们合作愉快 对了 你吃过油炸苹果吗 我吃过油炸臭豆腐 没关系 改天有机会我做给你真 保准你喜欢 看样子你好像什么都会啊 你出这个 这个 这个叫收藏 我倒是想看看 你还会什么 嗯 有 等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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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 你最精通的是什么 精通 你猜 照相吗 不是 是烹饪 烹饪 正宗的法国菜 那法国鹅干你会做吗 当然 什么时候可以领教一下 什么时候 明天礼拜天行吗 好啊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你哪里像个记者 我本来就不喜欢记者这个职业 那你喜欢什么 法国烹饪吗 业余爱好而已 照相也只是你的业余爱好吗 不是 照相现在要变成我的职业 那你用相机在我身上寻找什么 寻找 好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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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指什么 梦想 爱情 青葱 青葱 小泥姑年方二八 郑青葱被师父削去了头发 是郑青春 来 来 这就是说 几乎 是 发发呆吗 没交还好吗 好 我跟你说 你前面留在这里不要弄 好的 对 把这里长的地方削薄一点 好 你看 这里 这里啊 对 好的 从这儿 就这样 好 好 这边 对对对 都捐起来 会先尝到你这儿来坐吧 他在你那屋还待不够呢 你是当家的太太 得有个样嘛 她搞我状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倒没有 只是有点怕你 有你 我那点心思你还不知道吗 你姐我是指望不上了 整天吃斋念佛 连我都怕她 我就是想要个儿子 那好啊 有本事让她生 我跟你养 你看 气话吧 你还要是想要什么 我 我现在累的啊 只要进了屋里 倒头就睡 你还以为我能干什么呀 这个东西啊 能少抽就少抽一点 我已经不抽了 那是近亲送过来的 他知道有时候 你到我屋里抽两口 美娇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毕业之后 打算干什么呀 没有啊 我是想啊 要么就把他送到英国去学法律 要么就去法国学艺术 你看呢 就是别太远了 爱自莫交惯 出去见世面 那到时候 看一眼可就难了 怕什么呀 到时候啊 你陪他一起去 你先打扶我走啊 不是那个意思 你看看 你怎么 师父 电话 我去看看啊 谁的电话啊 我 哎呀 你这个人啊 我刚过去抽一口 谁知道你在里面干什么呀 好了好了好了啊 知道了知道了 我帮你别上 怎么样 你自己看行吗 今天天气不错呀 一会儿咱们换个地方拍 好 你放心吧 包子给你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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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就走了 哎 这算不算违反协议呀 应该不算吧 刚才我们三个有没在一块 应该是我们落伍了吧 哎 清歌 清歌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去看看吗 好 算了吧 车都走了 我们去都碍盐 清歌去就不碍盐啊 哎呀 别说了 行了 晚上我请你们几个去六国饭店 真的吗 真的 谢谢清歌 谢谢 谢谢清歌 这是最后一天啊 这是最后的理发店了 这是最后的理发店了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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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啊 你只要说今天晚上贫金不孝生也去 是吗 对 肯定去 太好了 太好了 六国饭店那种地方 我们去 会不会不合适啊 你怕什么呀 有清歌在啊 是吧 清歌 对 撒开了玩 好 小雪 那我们就跟美娇做一样的发情吧 一样 一模一样啊 我总觉得不太好吧 为什么 咱们三个不是说好了 什么都要一样的吗 没错啊 咱们三个是说过 什么都要一样的 可是 这男朋友总不能一样的 总不能分享吧 可是他们应该 不算是正式男女朋友吧 我觉得甭管他们算不算正式谈恋爱 可是人家啊 就是专门为美娇一个人设计的发型 你说咱俩也倡和进去 反正我总觉得不太合适 小姐 你不会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通吧 再说了 如果真的弄成一样的发型 万一男朋友认错人 这就糟糕了 算了 太慢了 改天再说吧 我请你们吃冰激凌去 这 对不起 快点 小姐 快点啊 还愣着干吗呀 您不做了 对不起 今天不做了 下次再做吧 好吧 对不起 不送了啊 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 干什么去了 我玩去了 这孩子 你这头发怎么弄成这个德行了 你是个学生这像什么样子 你懂什么嘛 这是最时髦的发型了 这孩子 没叫 我问你 那小子是不是那天要给你拍照片的那个 眼神不错啊 他是怎么找到你的 我的那幅画就是他画了三百法郎给买下来的 是吗 还挺有心结的 那是他的工作 学校知道吗 就是我们校长让我去拍的 说是为了学校争取荣誉 那也别拍了 为什么 你爹不会同意的 那就娇娇的拍啊 你爹迟早会知道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怕我爸了 靖青 看娘 靖青啊 正好您在这儿 托人给您带了两盒极品的南洋福寿糕 刚说给您送去 瞧瞧 让你破费了 靖青真是个有心人 哪儿都话呀看娘 那你们聊着 我去厨房让他们加点菜 一会儿你陪你赶紧好好喝两盒 不用了 甘娘 一会儿我跟美娇一块去六锅饭店 怪不得呢 甘娘一块去 那地方我哪能去呀 那好 你们好好玩啊 甘娘慢走 用完了跟我说再给您买啊 知道了 你让我们去 那边的一块儿 我去哪里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也去哪儿 你说那些什么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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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好音乐跟好吃的 可以放松一下 我不喜欢应酬 有我呢呀 我不想见生人 平津不孝生夜去 我又不认识他 你不最崇拜他吗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崇拜他了 你看我还替你约了金梅跟小雪 那正好啊 有他们陪你 我就不用去了 你这叫什么话 人家是去陪你的 什么 当然是了 我还特意待他们今天差点 吹了一个你这样的头 你怎么知道我去理发店做头了 我今天刚好路过景山后街 看见你在拍照 有那么巧吗 就那么巧 梅娇 你也不怕小雪跟金梅嫉妒啊 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又不是不知道 走吧走吧 别让人家说你什么 说我什么 说你耍单 不带人家玩总不好吧 是小雪说他舅舅来了 竟没说他家里有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行了没你不好玩总可以了吧 你们去玩好了 我不会嫉妒你们的 一块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就过去了 你们自己去嘻嘻嘻哈哈吧 我不去 人家平静不笑声还特意为你约了路透社的摄影记者呢 那就给他们两个拍好了 我累了 你真怎么回事啊你 我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最喜欢拍照片吗 那我现在不想拍了不行啊 就是愿意让姓潘那小子拍 是又怎么样 那好吧 那好吧 好好好 你看这件行吗 来 试试 妈 真好看 快去穿上给妈看看 哎 怎么样 够鲜亮吗 太够了 妈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件衣服呢 这还是 我出嫁 最好看的一件衣服 还没扯得穿上一次 你爸就没了 真好 这件衣服我妈放了这么多年 穿在你身上 比妈年轻的时候还好看 就是尝了点 待会儿妈给你往上绷两阵 喜欢吗 妈 妈 我说这几天 我不想讲这个 我来 我们去那里做鲜的穿上 我去鲜薯 我去那里做鲜的吧 你说我也要去鲜薯 我去那里做鲜的水 你不管剩鲜的水 你自己去鲜的 Television 哪儿呢 来了 来了 叶凡 敬青 你好 你好 来介绍一下 大作家 平津不孝生 叶凡 叶凡 这是我两个干妹妹 小雪 金梅 你好 我很崇拜你的 你好 你好 我们都很喜欢你的作品 很有狭义之气 谢谢 谢谢 帮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朋友史密斯先生 你好 你好 叶凡 叶凡 是吗 是 金梅小雪 你好 你好 大家坐吧 来 坐坐坐 好 谢谢 谢谢 要是金梅嫁了 你会怎么样 你说什么 你要把金梅嫁出去 你看你看 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 看把你紧张的 要是能嫁个好人家 我也倒安心了 闺女大了 早晚是要嫁人的 只要她好就行 嗯 嗯 你不会是打金梅的主意吧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告诉你 你的事是你的事 别把金梅牵扯进去 她是我的女儿 我不能管她吗 你知道就好 好好好 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啊 这儿还你还不错是吧 叶先生 最近有什么大作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对啊 我最近在写一部悲情武侠小说 名字叫做二桃杀三世 是不是雁平中用两个桃子 杀死三个武士的故事啊 没错 只不过呢 我把两个桃子 换成两个美女 那还有什么内容呢 大概就是说 我们三个人 为了争夺你们两个美女舞伴 最后大打出手 同归于尽了 清歌 这回我们得救了 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介绍一下啊 六国饭店的金字招牌 柳青娘 柳小姐 真是幸会啊 来 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看来 两位绅士 还是比较喜欢淑女啊 走吧 跳舞去 那好 我们就跳舞去吧 跳舞 请吧 史密斯先生 对 小姐 我可以请你跳舞吗 啊 哇 啊 那我就不胜荣幸了 嗯 你很喜欢看我的书吗 看不好瞎看 那我就是写不好瞎写了 嗯 嗯 叶先生小说写得很好 每次我都是一口气看完的 哦 谢谢 嗯 叶先生 你认识很多艺术家吗 我认识的人里好像没有什么艺术家 都是匠人而已 包括我自己 太坚虚了 过奖了 嗯 你有没有朋友是搞声乐的呀 没有 怎么 你喜欢声乐 嗯 我想学声乐 可惜找不到老师 哦 那这样 我让我的经纪人帮你找一个 嗯 谢谢你了 我客气了 谢谢 讨厌 哎 清哥 今天六博饭店的那个女人是谁啊 就是个红屋女人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事情万一让美娇知道了 怎么办呢 我干什么了吗 你就不怕我们两个告诉美娇啊 你们俩不会 这么有自信 这点自信都没有 怎么当你们大哥 嗯 你当得了我们的大哥 你当得了美娇的大哥吗 说不出话来了吧 清哥是把美娇给放心里了 什么呀 那我们呢 我们是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最后最后的堡垒 哎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不需要懂 但愿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吧 哎 小雪 啊 你不觉得一凡这个人挺不错的 人很风趣又很和气吗 嗯 而且啊没有想到这么年轻 嗯 哎 清哥 嗯 大概不会跟你一样 也是个王老五吧 我跟你介绍介绍 你给美娇介绍介绍吧 哎 开玩笑啊 是我不好啊 你们都是好孩子 可能我不该带你们到这种地方去 哎 哎 到家了 那我走了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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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家了 啊 这个地方 不是我家 对不起 我忘了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小雪 我能理解 这都是我们命中注定的 我就不认 我就不认 不认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太无力了 什么都改变不了的 至少我的孩子 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 一定要出人头顶 你 不早了 回去吧 别让你妈惦记 嗯 你注意点开车 小雪 饿吗 哎 哎 倩哥 美娇跟你闹了来着吧 没有 那她为什么不来呀 她说好的 啊 她说她累了 都是因为那个亨利潘 小雪 你觉着美娇跟那个亨利潘 会认真吗 应该说是不会 可是这种事很难说的 小雪 你们三个人的约定里边 关于找男朋友是怎么约定的 没有 那时候还小啊 增补 这条一定要增补 增补什么呀 眼看我们都要毕业了 小雪 毕业以后打算干什么 我想做女记者 或者给什么大人物做秘书 不错 你当秘书不错 是吗 那我就给你做秘书吧 我又不是大人 你迟早会是的 小雪 你觉得大人物应该什么呀 有钱有势啊 我像有钱有势的吗 一定会的 借你接纳 小雪 来 来 先生 请问要点什么 想吃什么 说 现在我还不太想吃东西 一会儿再说吧 你不刚才说你饿了吗 怎么又不想吃了呀 秦哥 我想跳军舞呗 刚才不跳了吗 我现在还想跳 是呀 来 刚才不是跳呢 一天跳两回五啊 我就是想跳 小雪 干爹 进来 你捣着这么漂亮上哪儿去了 玩儿去了 跟谁玩儿去了 金梅他们 以后不要这么晚回家 外边很乱 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当心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干爹 去 早点睡吧 那我回屋了 嗯 小雪 小雪 来 把这碗莲子根喝了 好 谢谢妈 怎么样 今天玩儿得还好吗 还行吧 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事啊 妈 你爱过什么人吗 小雪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算了吧 我自己的女儿我还不了解吗 到底出什么事了 告诉妈 好吗 妈 我喜欢那一个人 而且已经喜欢了很久了 你喜欢她 她不喜欢你 对吗 什么人 什么命 什么身份 就什么生活 我们不该想那么多 知道吗 在柠檬之下 搜 aa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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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多产歌 可是我你们里面的一项 又不上课她忙什么呢 甘娘 您当着面可别这么说的 这女孩子大了呀 真让人操心 甭操心甘娘 美娇还是个孩子吧 什么孩子 这哥从前都该嫁人了 是是是 可是美娇不是说将来长大了 还要当什么女博士吗 她呀 不是那块坯子 冬娘来了 冬娘 金青在这儿 我来给甘娘送点福寿膏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甭送太勤了 是 那您先坐 我去甘殿那看看 好 忙你的吧 好 甘娘那我去了 嗯 美娇出去了 她说她到同学家复习功课 我看不下 是吗 以后啊 你要多说着她点 别到处乱跑 一个大家闺秀的 知道了 看来 你对近卿不错啊 这孩子挺有心的 要是让她和美娇在一起 你觉得怎么样啊 怎么可能呢 看样子 你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孩子大了 总有谈婚论嫁的那一天 恐怕轮不到她 哦 静华啊 你看你这个烟 还是别抽得那么勤了 这对身体多不好啊 好 好 好